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覺得後面有很多東西 魔女搶同婚劇組 一起為今天生日的黃河 準備意外的大驚喜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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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大家一起為黃河準備的禮物 竟然是 加油 穿上去生命好餐 第一個願望就是 希望不要穿那些東西 要 希望的魔女搶同婚 收是 航紅或 許 或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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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要 裸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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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我會拉說你一起裸奔 祝你剛剛那個生日禮物的尺度 還可以接收嗎 我 我不知道耶 我其實一開始沒有收 我一直都沒有預料到會是這樣的 真的禮物 所以我自己還蠻surprise的 應該還是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畢竟大家都是大人 有點Superman的感覺 有點Superman的感覺 你自己剛剛看到黃河得到的那個禮物 因為你畢竟在劇中是有情侶關係 自己如果是男朋友穿這樣 我覺得尺度太開了 所以男朋友穿這樣子的內褲可以接收嗎 沒有辦法 平時有在健身的黃河 讓同居女演員們都對她的好身材 讚嘆不已啦 我看到的我覺得很Amazing 就是有讓我驚訝到 就是一個穿衣顯瘦脫衣顯妝 對沒錯 很難得 大概是這麼厲害 當然就是一定要展現一下 男孩變成男人之後的一些轉變 跟努力訓練的成果 對 那對自己的身材是有興趣的嗎 我相信大家一定會 出乎意料 其實在開拍之前就有準備 因為我平常都有在健身 所以一直都有在keep 鍛鍊自己 所以其實在拍攝的時候 再加強一下就可以 做最好的表現這樣子 而黃河 何淳婷妮又表示 在劇中 兩人這次的角色都有很大的突破喔 這次飾演《魔女搶頭困》裡面的好見人 他其實是一個大玩咖 然後很會講話業務經理 非常能言善到舌燦淋花這樣子 所以當我飾演這樣子角色的時候 我要想辦法把自己放得很開 放得很大 這在我自己在做角色揣摩跟獵奇的時候 是比較 相對來說比較困難的部分 那我相信 大家可以真的看到很不一樣的黃河 因為我朋友看了 看了我同學看了我的那個 看了《魔女搶頭昏》的片頭的時候 就說喔 很有趣 我說怎麼說 他說有很多你平常不會出現的表情 我說喔 那的確是有差別 有做到那樣的差別 其實我覺得在自己個人的角色上面 真的有跳脫以往 因為這次飾演的年齡層 或者是尺度 還有表演的方式 其實跟以前都變得 Range比較寬 然後其實在整個三四個月裡面 是很享受表演的過程 然後在跟每一個人不同對戲 其實會激發出很大很大不一樣的可能 網路新聞網 生日快樂 採訪報導